歡迎收聽新時局聽新聞,我是Lily 疫情三年以及急速惡化的國際環境,令中國經濟持續低迷 近期,中國大陸又掛起了一股禁止金融行業 懸富潮、多價券商、銀行都收到通知 不要懸富高端生活方式 當國不願意因為網上懸富、刺激窮人 從而到知群體事件將矛頭指向權貴階層,最終撤破習當局所謂的共同富裕的減依據 以及中共政權 專家指出《共同富裕》是一個片述和政治宣傳 在黨國越來越湯自由思想經濟貴力的情況下,其最終結果可能是共同貧困 長期以來,被中國券商投行都是高薪的代名詞 2022年國有金融公司、中金公司收入水平最高 員工平均薪酬高達98.3萬 中信券商和港版券商簡除其後 分別為89.37萬和82.97萬 公開數據顯示,2020年中金公司 7名高管薪酬總和高達1億 而14萬多名股東的總分紅是8.7億 政治經濟學者旭光時平主持人鄭旭光對大紀元表示 中國的金融系統不僅僅是金融企業 還有管理部門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 都是敲背美國違階模式 收入法則也相當靠攏 違階的收入非常巨大 中國金融業這些人的收入也高得不可思議 這種收入的不平等 似乎在有意抵毀習當局共同呼籲運動 2002年正值中共病毒疫情COVID-19的充益下 很多中小企業關閉 底層民眾失去了收入內源 金融業的高收入 刺痛了很多人的神經 路透社報導 本月中上某大型國有共同基金的員工 也向路透社透露 近期公司要求員工 不要在社交媒體上傳播高檔飲食、衣服或包包的照片 盡量不要引起監管單位注意 避免招聖社會大眾批評 一家大型中國共有共同基金 和一家中型銀行 以指示員工不要懸付高端心路方式 一名員工表示該共同基金 還要求員工不要在社交媒體上 發布王貴餐食、衣服或包包的照片 以免招職監管部門的關注或公眾的批評 網上流傳的一份某金融部門的內部規定說 工作環境下須穿著特體 不允許開豪華車 100萬以上 戴高檔手錶15萬以上 使用高檔包5萬以上 以及使用其他不合時宜 奢華的制定物品 台灣財經專家黃世聰對大紀元表示 現在整個經濟環境不景氣之下 如果你還維持那種奢華的風貌 那當然以目前的政治氛圍不允許 特別是習近平一直在打貪 或是講共同富裕之下 這種就變成了有些政治不正確 中國一家知名遊戲公司的副總裁 南基峰對大紀元表示 禁止員工這些事早就有 只不過是你和國有資本打上交道 那你必須低調 就不可以再高調 他舉例說 2019年 他的一個朋友公司 被一家國有資本機構收購 他的股份套現後 從一個普通的低下層程序員 變成了擁有幾千萬的人 他肯定想會員工 就買了一家特斯拉 然後想發朋友圈 這個時候國有資本那邊的人就說 千萬不要發朋友圈 他們是從很早開始 一直在做這個事 只不過最近媒體可能宣傳 手末用力一點 其實這個樣子 我在三四年前已經經歷過這種事 南基峰表示 其實與他們賺錢不賺錢 無關係 只是話上邊覺得 不要太高調 免得他們就好像霸子一樣 叫民眾對他們發洩情緒 怕這樣 所以就叫大家收了一些 但錢仍然在賺 中國是全球最不平等的主要國家之一 根據官方數據 中國家庭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的可支配收入 是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的十倍以上 城市的可支配收入 是農村的兩倍半 瑞銀的數據顯示 百分之一的最富裕人群 擁有該過百分之三十點六的財富 遠高於英國、日本和意大利 在習近平之前 胡溫政府多次警告發展不平衡問題 但習近平比他的前任走得更遠 而將經濟上的發展不平等 提升到共同富裕 這個政治高度 習近平說 適應共同富裕 不僅是政治問題 而且是關係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 同時習近平所謂的共同富裕 目標不僅是解決不平等問題 還包括對習近平領導地位的認同 以及吹噓中共體制比西方更優越 並排析西方資本主義所謂的負面因素 包括金錢之相、享樂主義、精英思想等等 今年年初中紀委發佈 堅決打贏反腐敗鬥爭攻堅戰持久戰 文章講 破除金融精英論、為金錢論、西方看齊論等錯誤思想 糾致行業全規則 和不定之鋒 澳洲斯利福記大學副教授房仲義對《大紀元》表示 共同富裕是共產黨政權的一個騙人口號 當時胡恩不敢提這個口號 他說因為這個口號 我們走過無時代的人就知道 這個口號在無時代是叫得歡天喜地 但是無用這個口號給中國帶來的不是共同富裕 而是共同貧困 他說欺騙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宣傳 本身同模一樣 比如做扶貧,大家都在這裡造假 去給一些特別貧困戶發錢 然後就是達標,已經脫貧了 然後又重新反貧 中國不管這些東西 製造這些數據,又讓多少人脫貧 所以這是騙術一種宣傳 至今為止,習近平只提到三次分配 第三次分配要求富人參與一些慈善事業 承擔更多社會責任 習近平特別警告 不要含入俗尼以來的陷阱 還要重點打擊非法高收入、反壟斷措施等等 這樣被解讀為殺負制貧 迫使私營部門承擔中國收入分配 再平衡的主要調整成本 倡道共同富裕有可能破壞中國經濟活力 鄭逸光表示,疫情三年期間 當局嚴苛的清零政策是導致人們反貧的一個重要原因 打擊目標也指向在疫情期間財富增加的私人企業 比如救護行業和互聯網公司 黃西聰對大紀元表示 習當局的共同富裕效果非常有限 只是打壓了那些所謂的既得利益者 但無法為中下階層創造出新的獲利模式 黃西聰表示,問題是幾年下來了 無叫民眾感覺到真的是什麼共同富裕狀態 只能夠做一些好表面的事 比如說去食一些貧困的陸村 然後政府的預算一刀切 看起來好像發展起來,或是說命令那些所謂的高資產的人士 你不要去懸吐,叫整個社會看起來比較平均一些 放送意講,但中共極權,對整個經濟造成巨大破壞 最典型的就是對民間私人企業、各項各業的大規模掃動 造成大規模的破產失業 還有公司工人降薪,它畢竟是消滅這些老闆、管理層的財富 也叫公身階層跟著受損 但他們所有的身資不但沒有提高 而且是降薪,或者是失業 他說中國真正說要能夠共同富裕 這就是要打破權力壟斷,對國企全面的改革 實現土地制度私有化 但中共做的完全相反 將國企做大做強 對這個私企還有外資 所以進行越來越大力度的打擊 這樣就會製造貧困、消滅財富 就使中國走向好像無一樣的共同貧困的道路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記者宋棠 亦如採訪報導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感謝你們 請記得按讚 分享一下 本節目 請訂閱 委員�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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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